我們無緣佈的時候 就是像自己這樣 生日賣 這樣就錢一來錢一來 錢一來賣掉 不用客氣 來賣掉 還賣掉 經營財寶 滿滿裝進口袋 農曆新年走春 許多人會到廟裡拜財神 究竟在拜財神的時候 有什麼小撇步 能夠讓財神爺頂上你 首先拜拜時 把個資抱好抱滿很重要 還有願望要許的具體 可別只跟財神爺說 我要發大財 我要賺大錢 否則他可能愛莫能住了 通常我們跟神明禀報 要他來保佑我們什麼事情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把自己的資料 先禀報清楚 比如你姓名 你的生成年月日 還有你的住址 還有你要所求的事物 你的標的必須具體 而且詳細這樣子 通常你如果說 跟神明比如說 比較籠統的不具體 譬如說我要發大財 那神明可能會一頭霧水 搞不清楚 所以用它要具體的告訴他 譬如說你從事房仲業 然後你現在有一個房屋的標的 要成交 你要把那個標的的 location 或它的格局 什麼要詳細的去 跟神明禀報 然後讓神明清楚 你這個是成交的這個比率 相對會提高這樣子 就不能含糊籠統 一魚帶過這樣 神明會不清楚你求什麼 這樣子 我們參拜的東西 像麻吉 他說 我們台語的詩音叫做 麻吉會黏吉 把錢引進來 或者拜花生 柿子 我們講說好事會發生 或者拜蘋果 求平平安安 或者拜糖果 甜點之類的 讓神明為我們說好話 然後求得一年的吉利 讓財源 財運都能夠專好 拜財神最好的時機點 通常在參拜求財的時段 是晚上的11點 到凌晨的1點 這個通常講紫時 這個是我們農業時代 這是最好的時段 另外一天新的開始來參拜 我們信眾大德 總希望新的一年度 帶來比較好的生活水平 或者帶來財富 或者國家平安 所以一般初一走春 甚至一直到十五 通常都是人潮不斷 游泡人員強調 只要誠心 白天也是好的 拜拜時機 而每每走訪才神廟 不難看到像這樣 招臺的金元寶 要讓民眾摸一摸 討個吉利 其實在首飾上也有美咖 我們摸完卜的時段 就是鄉自己 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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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我們到了同土立公這邊 土立公這邊 土立公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土立公爺爺 他整個都很亮 手杖 手 胡鬚 以及元寶 整個都亮晶晶的 手摸胡鬚 求福氣 生子 手摸元寶 求財富 �寶 手摸拐杖 求前衛求富贵 然后拿了母钱以后 我们再放在 庙方提供的红包袋里面 然后再拿到中间 我们财神爷前面这个钟炉 顺时钟方向 绕三圈 来过炉 然后再来参饭 然后我们拿了这个平安符以后 我们可以红包袋 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皮包里面 或者回去放在家里的柴位 或者神岸 或者放在我们公司行号 身材的地方 那请财神爷保佑 让我们财运横通 财源滚滚 赶快笔记起来 用对方法 努力让财神爷眷顾自己 财神cross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